能成为改变射手地位的全新打法 敌人杰或将再次成为最强战神 前不久体验服不知重铸了黄刀来着 按照我们当时对其判断会无限利好于坦边 让它发育的更舒服 但最近我们无意中发现 证实这改版后的黄刀 或许能成为射手崛起的关键 首先黄刀的被动在补刀时 会提供额外的生命之回复 再配上攻速鞋吸血 能让射手前期发育的更舒服 而且现在买黄刀不用带宠戒 可以正常带闪现保证容错略 看到这里肯定有兄弟会说 那这个黄刀上线只能提供400金币 难道就为了这400金币浪费前期750金币吗 这个想法是没有问题的 你若是玩攻速暴击流的话 它的属性确实可以说是比较鸡肋 但你若走法球流 那就是一件不可替代的神器 新版黄刀的面板提供生命值和护甲 刚好是玩法球流需要的刚需属性 而黄刀被动烫人的增伤 又可以吃到兵毛被动增伤 补刀提供的回复生命值 又能缓解法球流后期续航不够的痛点 简直可以说是法球流的神器了 而为什么说敌人杰或将成为最强战神呢 这是因为敌人杰本来手很长 小好能力十分出色 在配上黄刀和红buff的灼钞 能原地化身为poke型法师 就算只是一发普攻打到人 也能打掉小霸管血 而且敌人杰异性能范围非常广 大面积覆盖到所有兵线 拉满黄刀的灼烧 让他堪比有银正的新鲜能力 另外敌人杰本身就是物法混伤的英雄 再配上黄刀的真伤 能实现物法真实三重混伤 改善法球流 现在在中后期输出不太足的缺陷 也就是说敌人杰的各项机制 完美和黄刀法球流能打上配合 我们也在体验服测试了 所有能走法球流的射手 其中就属敌人杰手感这家 最后给兄弟们附上一个 我们初步设想的出装名文 欢迎大家研究讨论 明文 狩猎 宿命 虚空 出装黄刀 攻速鞋 电刀 墨式 冰锚 爆裂 后期把攻速鞋换成血手 这套出装成型能提供700点物抗 甚至堪比部分坦克 爆裂 冰锚能为法球伤害 提供双重增伤和拉扯能力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还可以去体验服务试一试 带狂暴打三重增伤 又肉伤害又高 真的非常离谱 你们觉得黄刀 法球流 有望成为射手的救赎吗 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吧